美國前總統特朗普升旗二在紐約州法院 否認34項只用他偽造商業紀錄的罪名 檢察官說這些罪行企圖隱藏 特朗普同色情電影女演員有依的情 以色列軍隊星期三發布一段視頻 展示軍隊在加沙地帶襲擊哈馬斯的哨站和據點 說在較早前巴洛斯坦從這些非地據點發射火箭彈 土耳其官員說一手再有14名船員 懸掛紀勒亞比肖國旗的貨船 星期三在土耳其地中海沿岸沉抹 法國總統馬克龍星期三在法國駐華大使館 向法國僑文化表演說時說 希望在與習近平討論烏克蘭和其他全球問題時 與中國接觸共同承擔和平責任 保加利亞前總理鮑里索夫星期三邀請他的政治對手 就早見政府舉行會談 小明星期三在法國中